2019年四都的房市逐渐回稳 北北基的刚性需求出炉 再加上机场捷御通车 交通建设的发展到位 带动了人口的一路 而桃园的领口A7等地区 则是持续以低单低总的价格红利 获得了首购族的青睐 另外新竹跟台中则是分别因为 科学园区以及经济交通等议题 带动了房市的利多 也是为2019年的房市注入了一股软牛 车潮从早到晚 新北市的新版特区 汇聚了市政商办交通枢纽的发展重心 机场捷运通车之后 交通建设议题带动沿线 各站房市和人口红利 位处新北市新庄区泰山区交界的 A5泰山站 A6泰山贵河站 临近复都新重化区 与新庄市区相当受到关注 台商回国首选都指明要桃园 那我实在生不出那么多土地 所以需要这个经济部给我们很大的支持 我们一口气有七个产业园区在开发 一口气开发七个 台商回流设厂则首选桃园 产业园区带动就业机会 形成了人口拉力 中路青浦重化区 桃园领口归山大圆的推案进出 看准未来的发展性 低首付低总价的红利优惠 更成为首购组的新头号 而新竹地区拥有竹科优势 带动了周边的发展 再加上竹北高房价牵引 买卖转移动数创下23个月来新高 发展前景一片看好 台中市经济建设交通议题持续火红 台74线通车和捷运绿线 形成了轨道经济 带动防势力多 透过这条马路的一个区域开发 有很多的商家或是市民的这些建设功能 包括医院 商场 餐厅 他会学校 他会自动到位 到这几个区域来发展 便捷的交通与丰富的生活机能 持续吸引外来人口跨区移居 近两年来 环状道路沿线区块 已经成为了推案重镇 也让盘整多年的房市 出现了一道温暖的曙光 记者综合报导